沙特王储当面硬钢拜登 怼得拜登牙口无眼 沙特这个中东小国 到底有何底气敢正面硬钢拜登 还让特朗普卑躬屈膝 就连奥巴马也甘愿弯腰握手 在美国这头恶狼面前 沙特为何这么霸气 今天小编就带领大家走进一个不一样的沙特 深入了解一下 硬核狠人 小萨勒曼 穆罕默德的传奇人生 沙特国王老萨勒曼 一生娶妻数十位 膝下儿女伤百个 这位85后沙特王储 却能在百位王子之中脱颖而出 年纪轻轻就已掌握整个沙特的话语权 不仅敢正面硬钢拜登 更是在沙特说一不二 他的手段个个都害人听闻 我们先来说说第一件 惨死的沙特记者 卡舒吉 卡舒吉是沙特赫赫有名的记者 他的家族在沙特很有名望 叔叔是军火大亨 在沙特的地位举足轻重 卡舒吉也仗着自己家族的地位 多次曝光沙特王室的丑闻 殊不知危险症悄然来临 2018年 卡舒吉去沙特住土耳其大使馆登记结婚 可他这一进去就再也没有出来 他遭到了谋杀 他们硬生生地将活着的卡舒吉解剖 手段极其残忍 卡舒吉的死瞬间将这位沙特王储 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剑 有人说卡舒吉的死必定与小萨勒曼有关 沙特王室第一事件也公开发生 这一切都与王储无关 但不管谁是谁非 能坐上王储之位 绝非等闲之辈 小萨勒曼做事雷厉风行 大力改革沙特 废除传统制度 让沙特女性也可以开车 可见这位沙特王储的实力不容小觑 我们都知道沙特靠石油发架 与美国来往甚密 那么问题来了 身为沙特传统盟友的美国 为何会被沙特王储怼得下不来台呢 长按点赞加关注 我们接着往下看 拜登这次丢人丢大了 在国际舞台被沙特王储怼得牙口无眼 作为中东小国的沙特 为何这么牛 敢公然挑衅世界第一大国的威严 他与美国之间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武器没有 我买 军队没有 我买 还没等众人从沙特豪制200多亿人民币 抢购东风导弹的订单中缓过神来 沙特接着又狂制了540亿美元 和美国签订了一系列的军需订单 头顶一块布 全球我最富的沙特 把自己的超能力玩的那叫一个炉火纯青 毫不夸张地说 只要能用钱解决的问题 对小萨勒曼来说都不是问题 沙特仗着石油这一全球经济命脉 让世界各国都不敢忽视 据有关数据统计 沙特是美国最大的武器购买者 光是武器石油这两项 沙特就足以让美国高看三分 就连美国前总统奥巴马访问沙特时 都弯腰向沙特国王握手 财富大亨特朗普也是卑躬屈膝 就连普京见了沙特国王都要礼让三分 可美国总统拜登竟在竞选总统期间 高调嘲讽沙特为建民国家 为了拉选票疯狂指的沙特 估计当时的他也没想到 自己也会有向沙特低头的一天 就在拜登抵达沙特的时候 现场有一名记者 就问了一个让拜登尴尬不已的问题 拜登总统 沙特仍然是一个建民国家吗 面对记者的提问 下不来台的拜登只好尴尬一笑 扭过头来拒不回答 而沙特王储的做法更是颇为有趣 面对拜登提出的石油增产问题 这位年轻的沙特王储几度正面硬钢拜登 让拜登全程尴尬不已 真是风水轮流转 不经意间就会打你个出奇不易 这次拜登的沙特之想 也让这位年仅36岁的小萨勒曼 在国际舞台上展露头角 成为众多媒体争先报道的对象 看到这里 想必大家一定也和小编一样好奇 在沙特王室5000多位王子中 穆罕默德是如何一步步登上王储之位的呢 长按点赞加关注 我们接着往下看 他用一己之力搅动整个中东 怼得拜登尴尬至极 他从5000多位王子中脱颖而出 登上沙特的王储之位 穆罕默德是第三王妃法赫达之子 他的母亲是萨勒曼国王最宠爱的王妃 穆罕默德从小就聪明伶俐 颇有王室风范 萨勒曼国王也有意培养他为接班人 但沙特王室的继任制度比较特殊 他们秉承的是胸中帝极制度 在萨勒曼登上国王之位时 就任命了亲弟弟穆克林为王储 可好景不长 还没等穆克林来得及高兴 三个月后 老萨勒曼就抓住机会 宣布重新立储 指定侄子纳伊夫为王储 立年仅29岁的小萨勒曼为父王储 而此时的小萨勒曼 已经开始为他的政坛铺路 2016年国际油价下跌 沙特面临经济危机 小萨勒曼大胆提出 减少石油依赖的计划 实现经济多元化 度过了这次危机 随后他又对沙特财政大刀阔斧的改革 高调实施反腐行动 在国内展开了长达15个月的反腐运动 追回大约1070亿美元的资产 小萨勒曼这系列操作 风头一时无量 得到沙特民众的支持 成功压过正王储 2017年 小萨勒曼正式被立为王储 并兼任国防大臣 成为沙特的实际掌权者 沙特是名副其实的石油王国 石油的储量危惧世界第二 小萨勒曼手握石油这一经济命脉 在国际上占有一定的话语权 他向来做是果断 雷厉风行 从这次与拜登的会谈中 就足以看出他的强硬 人不狠 地位不稳 就是小萨勒曼的真实写照 在国际这个风云场上 形势变幻莫测 唯有自身强大 才能不人云亦云 随波逐流 其实在生活中也是这样 不管出身如何 只有自身强大 才是真正的强大 对此大家怎么看的 欢迎在评论区里留言讨论 点赞关注不迷路 我们下期再见